街頭 學來大拿町 民進黨拿名與議官三区立委參選人丹冠廷 政王大拿町 頂南下区 照顧關懷古店 和在地市大問安 丹冠廷表示 市大健康是最重要的 未來他如果有機會 擔任國會議員 一定會繼續為在地市大進出福利 和登教主管 老人福利 警戒專民 和自己在地市大人 都可以安心生活 享受六令 陳冠廷教官議員 江志明 作為政王大拿町 頂南下区的關懷古店 向在地的鄉親 市大人問安 地上 最精致的問號 關心大家的身體健康 還有生活 歡樂 當時 政王在地的信用中心 安若宮來參鄉 期盼天多元帥 保比鄉親 平安健康 舒適順心 安若宮 你有孫叫冠廷嗎 你怎麼有孫叫冠廷嗎 孫叫冠廷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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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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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民謠的時候 很多人都 自己的孫子有冠廷 很多人都...這個叫菜市場名字 菜市場名 我以前 去你媽媽的心事 冠廷 冠廷 你怎麼都出來 包括我冠廷 我從這邊 很多人 常常聽到的 我也是 像你的師一樣 也比來 做... 他可能也要留給大家 我會去長照政策 更多的資源 拿來給他 讓我們去哪裡 能夠去這裡 過了 還有好的生活 我平時 日本人都在台上 所以說 無關是公共政策 還是什麼 讓我們 關於長照政策 我可以讓我們做 用心理 我可以讓大家看什麼 啊...這次後 也請這個 換軍人 請你給大家拜託 那你怎麼 歡迎這次 陳冠廷在風修時代的時候 還說因為自己的名字是蔡芷亞名 之前在其他地方 不叫鄉親時代二春八也叫冠廷 希望大家都可以自己當作自己的兒子 或是孫子 讓他有機會進去國會 為自己的鄉親時代 淨出更多的老人活力 登上幾歲來友好大家 在社群新聞正義時代阿滴 蔡芳佛的 你過馬路怎麼穿到這樣 你不知道 現在過馬路很危險 馬路如虎口耶 這樣很安全 不用啦 現在過馬路 如果沒有離浪行人有加重罰則 現在變得很安全 你放心啦 這樣我就放心了 這樣我就不用擱了 好 不錯喔 我們現在就是要提浪行人 台灣現在很多你看 過馬路不敢過 你看車來就會怕 所以我們是人讓車 那現在台灣要整個要改變 我們原本就是應該車要讓人 對啦 所以現在台灣要加重處罰了 如果你沒有讓人的話 那你的罰款會很重 大家不用怕 現在要過馬路 不管你是塞車 還是騎馬路 一定要讓 怕路的人生過 不然會加重罰款的發情 所以現在政府很重是這個 所以所有塞車 騎馬路的人 快到行人要過馬路 一定要讓他們先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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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